大家好,关系攻略今天带给你的是 为什么换了新工作头三个月里不要攒钱 知识点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儿童棉花糖试验 说呀,把一块糖放在孩子手里 告诉孩子如果忍半小时不吃它就能多得一块 受不了诱惑的小朋友呢 大多会成为普通人 能忍受诱惑的孩子更聪明,前途更远大 这种抵御诱惑获得更大利益的能力就是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不是放弃利益 而是获得更大的收益 更有野心和想象力的人才更容易成功 我呢,曾经两次提到了 为什么换了新工作前三个月里不要攒钱 上次我提到之后啊 好多同学都留言说特别期待 我也特别想说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呢,特别能代表我的金钱观 我们知道啊,有些人升职或者被公开奖励之后 会在部门里请客 有的不愿意请客,被群众起哄请客 这是一定要请的 而且最好别等着别人起哄 自己主动来,不要落埋怨 这是中国特色的风俗 短期之内都不会消亡 但是呢,有些人跳槽之后会升职和加薪 请客是不用了 但是这些钱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 买件新衣已久的羊绒大衣或者游戏主机了呢 有人说当然不能 应该储蓄或者存个理财 不要吃光喝净 那我的建议就是 换新工作的前三个月就不要试图攒钱 除了日常用度都花掉 正确的做法是准备辞职的时候开始节省开支 做好换工作的时候手风不顺度荒年 等到新工作入职了就拿出钱来花掉 用在自我支援旧关系的维护和新关系的开拓上 前来说自我支援 比如购买装备和接受培训 大家都不是为工作而生的 很多人的素质能力可能都和新工作还有差距 比如有的人一直在国企 现在要去外企 那可能面临着的典型问题就是外语能力 购买装备这件事也很好理解 设计师的大屏幕显示器 作家趁手的机械键盘 可能都是陪伴自己很长时间的装备 当然是要让自己的家伙趁手一点 在这里可以推荐一本书 我平时不爱推荐书 以前教书的时候开过很多书单 但大多数的书单都仅仅被点了接收 根本就没有被读 这本书是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短篇小说集 《新选祖血风录》 由很早关注仕途的关系户应该听过我提过这本书 司马辽太郎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金庸先生 讲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 德川将军为了镇压革命者 召集了许多的民间武术家担任边外警察 《新选祖》就是其中一个组织 《新选祖》的局长叫做靳腾勇 是个小剑派的掌门人 在他得知自己被幕府聘用 拿到二十两金字的安家费 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钱去刀剑店 要买明刀虎撤 后来他买了一把假刀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这个故事看看 是分析人际关系的一本很好的练习册 二十两真的拿去给家里不如买一把 衬手的家伙 刀剑好使就会有下一个二十两 下一个一百两 如果拿去花天酒地或者给家里做存款 家伙不衬手很快就会死掉了 花天酒地还是一锦还乡 都应该在自己更强大之后 刚拿到的钱就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强 在今天还有一种新的自我支援 就是整容 好多人喜欢谈论女明星整容没有 要我看整容是一件好事 有的女生们经常喜欢说 谁谁谁的鼻子是假的 说的时候 想着是这贱人的鼻子和咱们的鼻子的对比 但是在我看来 谁谁谁的鼻子是假的 这说明有麻醉 手术缝合和咸呼拉 一个人花钱忍痛 只让我们看着更舒服一点 这件事没有做错 能把辛苦卖艺赚来的钱 投入到改善自己的容貌 这个人不简单 再来说 把钱花在旧关系维护上 跳槽前后 是盘点一下已有人脉的好机会 对于自己的心动向 用朋友圈或者微博上发声明的方式是很好的 不过你要知道 这两种都不是强推送 有的人可能根本看不见 我在给领导发拜年短信那篇文章里提到过 重要的关系要单独发消息 跳槽后也是一样 对一些重要的客户和老朋友 可以去面访一下 无论喝个咖啡还是吃顿饭 有的二三线城市可能还要请人泡澡 这都需要费用 有的人的新岗位 可能就能得到这类预算 但是大多数的普通人可能还是要自己花钱的 这个钱该花也要花 好多人说不知道怎么维护和朋友的关系 其实牛群有个相声的名字就回答了 那就是巧立名目 领导猫豪 就那个相声作品 换工作是一个大事 完全可以以此为名 招募同学朋友小聚一下 顺便盘点一下大家的资源 各位 好多大生意不是正经微座谈的 而是大家都放松开心的状态下 随口一提就合上了牌的 再来说 把钱用在新关系的开拓上 是谁推荐你来这个公司的 这个公司里第一个向你释放善意的人是谁 第一个带着你到公司附近吃饭的人又是谁 新公司的其他部门里 有没有自己的前同事或者老朋友 附近500米到1公里的写字楼里 有没有自己的老朋友 公司里谁爱打麻将 谁爱打德州 谁爱斗地主 谁爱打双生 有没有登山和骑行的社团 加入这些社团要有什么样的门槛 有没有人邀请你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有没有打某种游戏的群 还记得我写的对行政 人力等支持部门的攻略 尤其是前台攻略吗 有些重要的角色 要重点攻关一下 有没有谁快结婚了 或者快生了 他会不会下帖子请大家一起去 分子钱不是一笔小钱呢 有同事身体不佳 或者有直系亲属身体恶劣 或者是身雇 可能需要捐款 或者接受电仪的情况吗 以后我会专门说一说 红白事应该怎么办 但是现在可以记得一点 喜事要请 丧事要赶 对方不邀请喜事 不要不请自来 去那里没位子就尴尬了 但是遇到丧事 无论如何知道了就得去 中国人外国人 这点上是一致的 人死了 送的人越多越好 极端情形啊 未必都发生 但你一定要背出预算 有些人是月光族 这就特别要执行我那个提议 你决定辞职的时候 就开始攒钱 两三个月之后换了工作 再拿头三个月的余钱 来经营自己的关系 一定有好处 那为什么是三个月呢 一般来说呀 大多数的公司 约定的适用期是 一到三个月 换工作后的各种不适应 但如果要转行业的话 恐怕还会更辛苦 可能呢 会让你的实力难以发挥 那个时候 用心经营一下关系 盘点资源是个好主意 三个月之后呢 工作会逐渐走上正轨 工作也转正了 这时你可以通过实力 来折服许多人了 要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诱惑 别忙着做金殿 当皇帝 何况呢 你不过是多挣了几千块 我让你多花钱 不是让你无欲无求 而是让你延迟满足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那你的格局会大得不得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 著名的棉花糖试验 说呀 把一块糖放在孩子手里 告诉孩子 如果忍半小时不吃它 就能多得一块 受不了诱惑的小朋友呢 大多会成为普通人 能忍受诱惑的孩子 更聪明 前途更远大 这种抵御诱惑 获得更大利益的能力 就是延迟满足 能等到第二块糖的小朋友 不仅能忍得住诱惑 他们还能想象得出未来 在职场上 很多人根本想象不出 自己的未来 新工作的头几个月 多花一点钱 是为了工作效率更高 是为了让自己多挣钱 收获更多人的善意 延迟满足 不是放弃利益 而是获得更大的收益 更有野心和想象力的人 才更容易成功 注意啊 如果一个人 当众表现出 延迟满足的能力 他的行为 很可能会充满美感 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因为 自己的魅力 而收获一些人的善意 甚至是友谊 在《射调英雄传》里 教郭靖射箭的师傅 哲别就是一个 这样的聪明人 哲别呢 曾经是铁木针的敌人 但是他跳槽到 成吉思汗仗下之后 成吉思汗给了他一块金子 我们知道金子很值钱 但是哲别当场就要给郭靖 因为他掩护自己 还不肯招出自己的下落 被打了 钱可以私下给 但哲别是当场问大汗 能不能给郭靖 哲别谢了道 大汗 我转送给这孩子可以吗 铁木针笑道 是我的金子 我爱给谁就给谁 是你的金子 你爱给谁就给谁 铁木针的梦想是征服天下 哲别跟着他 就是为了征服天下 换句话说 哲别追求的 很重要的是牛羊和金银 哲别拿着金子 送给郭靖 郭靖仍是摇头不要说道 妈妈说的 须得帮助客人 不可要客人的东西 铁木针先前见郭靖 立抗竖斥不屈 早就喜爱着孩子的风骨 听了这句话更是高兴 对哲别道 回头啊 你带着孩子到我这里 哲别是聪明人 他表现了自己 有颜耻满足的能力 郭靖是真实在 他妈妈教育他 要有颜耻满足的行为 和收获礼物和金钱相比 收获客人的友谊 是更大的回报 因为高贵的行为 哲别和郭靖 都成了铁木针喜欢的人 郭靖后来呢 能够成为金刀驸马 成为蒙古大将 都是从这次硬气的表现开始的 其实呢 即使江南七怪没有找到郭靖 他只要跟着哲别 一样有实力 找段天德替父亲报仇 下面是习题 你到了一个新公司 一位比你资深级别高的同事 在和你吃饭聊天几次之后 决定向你借钱 大概是你一个月的薪水 你会考虑 A 借给他 熊老师说了 要把头三个月的收入都花掉 不要攒钱 B 询问为什么借钱 听他解释之后再做决定 希望对方打下欠条 C 不借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每次逮住新人就坑一次的家伙 D 借给他半个月的薪水 答案是C A 说的是有些钱要花出去 但是借钱不在我们的清单当中 B 是一个对熟悉朋友的做法 但是很可能会收不回来 D 是一种针对无可奈何的 亲友的一种做法 为的是减少损失 C 是对的 不要觉得自己很抠门 一个人借钱的顺序 一定是从熟到生 从有实力到没实力 同事刚认识你 又比你层级高 这个人应该实力比你强 找你借钱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 他已经没法从其他更熟悉的人 或者更有实力的人那里借到钱了 第二是 他已经把那些人的钱借来了 还差钱 就开始找你借了 第一种情况意味着 他可能有赌博 酗酒 甚至吸毒等恶习 第二种情况 只能在理论上可能 如果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难处 需要大笔的钱 而信用又特别好 老板一般会伸手拉他 同事们也会组织捐赠 一个信用不良者的友谊 用处不大 他遇到是 随时可能甩锅给你 还可能被新同事们当你是傻子 甚至因为此人的恶行而迁怒于你 认为你们是一路祸色 所以不要借钱 不要借钱 不要借钱 关于借钱呢 我最近呢会推出一篇 如何开口向人借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关系攻略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